诸圣的菩提心的教法 这是根本 那这些各位要从生活上修行 这些生活上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 这可能要好几年的熏悉 你才能够把这个念念三法 十三夜变成你的身口意 养成你一个人的习惯 虽然我们是追求成佛 但是各位这个基础一定要他的稳 那这些你要从日常生活去做 好 念一下 愿意持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守五界 修实善 回向菩提 成就佛道 埃亚塔 观赞者阿瓦佛道 那也说哈 好 我们等一下做佛前供养 就来求永无哉了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杨坚医师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 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适度放手享受生活 并安心到餐厅用餐 到餐厅用餐时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联络方式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请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清洁 并落实公块母吃 而餐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 服饰烹调时戴口罩及洗手 也是餐饮卫生的重点 最后提醒 如果有感冒咳嗽不舒服 就要尽速就医并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并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生命电视台 让世界更美好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修持能从轮回中解脱的法教 如果不这么做 便很难得到闲暇圆满的人生 闲暇圆满的人生 有多么难得 就好比将一粒碗豆丢向寺院墙面 要碗豆粘在墙面上一碗难 也好比乌龟恰好伸头穿过 漂浮在大海中的木厄还一碗难 又好比试图将戒子投入直立针的针孔一般难 获得人生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知道了佛法的存在后 却轻估佛法是非常愚蠢的 只有佛法能够帮助你 其他的一切全都是世俗的期望罢了 为了好好利用你已获得的人生 你需要殊胜的佛法 那些执着且渴望世间声望和民生 却没有实在修行佛法的人 不过属于动物当中的最高层级罢了 你的上师和三宝是最好的护回者 所以诚挚地回忆吧 修持佛法 对你的心境是最有注意的 要记住你曾经听闻过的佛法 因为佛法是最值得信赖的 大县到来之时 其他什么都帮不了你 所以努力修行佛法吧 因为佛法是你最好的伴侣 因了解因果的重要法则 要避免任何恶行 即便是最微小的善行都要去做 这就是正道 就是佛陀教法的精髓 就是智慧的要点 最广大的海洋 是由点滴止水汇集而成的 即使是须米山和四大洲 也是由微塵原子所组成的 绝出圣众的心意宝藏三 你若想要真实地修行佛法 你就要去行善 即使是最微小的善行都要去施行 要弃绝恶行 即使是最维系的恶行也要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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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日间或夜间都要深入观照你的心 倘若你的心绪中有任何不善 都要从心灵深处由衷地放弃这个不善 而去追求善 要披上勤奋精进的盔甲 不管你领会了什么法教 切莫让自己远离此法教的意义 要待在心境感到自在的地方 如此你的佛法修持自然会有所进展 逗留在自己极度恶值以及恶恶的地方 只会让你散乱分心 待在会让你的佛法修行成长发展的地方吧 不要沉迷在惨媚空城 非真心的友谊中 思想及行为都要保持诚实 最首要的佛法修行就是在思想与行为上保持诚实正直 佛法修行的基础 佛法修行的基础有奈于清净的三位阅 背心以及菩提心 不要忙于生意以及赚取利润 一般来说 这只会使你自身和他人散乱分心 要淡薄于残腹 因为他有害于禅修及佛法修持 最初入道的阶段 任何会让你的心落入偏起的情况 都是障碍 尤其对男性来说 女性是最大的火葬 对女性而言 男性是最大的火葬 而在一般的情况中 衣食则是最主要的火葬 等等 要以百字明咒来忏悔你的罪行 要注意因果的重要法则 要再三深思 获得八协侠及十元脉有多么困难 要深思死亡和无偿 要深思轮回的过坏 针对大乘的正确修持来说 则应了知一切对境皆不真实的见地 要去培养慈心 悲心和菩提心 并且要训练自己 遇来与鲜熟升起四地与圆满四地 如果你带着悲心以及菩提心来捕师 便会成就百倍的功德 如果布施时没有菩提心的志向 就算奔送了马匹与牲口 你的功德也不会增长 要训练自己培养菩提心 要练习升起四地 使显现和存在的一切都能是本尊坦诚 至于圆满四地 则是安住在无二年之中 也就是毫无自信的现象 如同水中月的凡饮一般 最后则要回向山根 专注地集中自信 抛开珍视身体的爱质 将身体当作慧共曼陀罗醒出 清除地观想显现与存在的一切皆为本尊 将你平凡的身体 甚化为甘露 贡献给一切友情众生 特别将作恶者变为首席 自在地安歇在无有细论造作的状态中 普遍说来 一切友情众生 毫无意外地都尝试你的父母 因此莫要允许自己感到爱质或是怀抱一 要将心维持在平和的状态 要舍弃愤怒和粗暴刺恶的话语 而是要带着微笑的面容来说话 当你能把一切众生都视为父母时 就表示你已用菩提心训练子心而生起了道 要对三界友情众生 心怀慈母般的爱与悲悯 要与菩提正学心稳定地长相为伴 要远离时不善常行事善 无论友情众生在做什么 他们所做的一切皆是悲哀的行为 六道众生的迷惑求劳是多么牢固 三界一切友情众生 让自己被自身创造出的愤怒黑蛇所纠缠 他们用自己所创造出的欲望红牛角刺穿自己 让自己被自己创造出的黑暗无名所遮蔽 他们把自己监禁在自己创造的自大断简悬崖上 他们让自己创造出的嫉妒骗子毁灭自己 一切友情众生皆因自身烦恼之故而造作恶业 因此要训练自己对其生起死性与悲心 要向你的上师齐情 请加持我能将烦恼作为道路吧 每天都要以进化烦恼种子的咒语来训练自己 最后放松安歇进入见地的境界 并以回向和祈愿来作结醒 决出慎重的心意宝藏4 一切见地的顶峰即是正觉心的菩提心精髓 一、心就像是太阳 没有任何无名黑暗的基础 二、心就像是莲花 不受任何过失所勾染 三、心就像是黄金 自身的本质是不会转变的 四、心就像是大海 是不移动的 五、心就像是一条河 永不停息 六、心就像是须米山 是完全不变的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为了弘扬佛陀的教法 透过卫星 电视 电脑 各种的管道 在推广正信慈悲的佛法 所以在海内外 其他很多国家 透过电脑 卫星 特别包括我们大陆 很多人在收看生命电视台 所以各位要感恩 透过生命电视台 我们可以听到佛陀的教法 认识了很多法师 跟修行的法法 既然如此 各位也要主动地去推广 告诉亲戚朋友 也要收看生命电视台 来聆听佛陀的教法来修行 更要时时刻刻关心 护持生命电视世界大道场 让它大转法轮 弘扬正法在这个世界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修饰无国界 请邀请各地的亲朋一起收看 让佛陀的慈悲智慧 广传在人间 扶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上师是你的医护 你将到达任何你想要到达之处 听闻的人们 对上师升起前进心 作为踏上道徒的盘踩 上师如同地面 从不离开我们屡踏的双足 上师带领我们通往政务 从不令我们失望 受了大气的衬托 飞机可以迅速地 把我们带到步行 无法气急之处 借由虔诚心的支持 上师的加持 能够很快地带我们走向政务 法 这个字的其中一个意义是 承托物 它支持 引导那些怀抱信心 一心向靶之人 一个被水势湍急的河流 冲走的人 可以被一只强健结实的手 拖拉上岸 同样的 只要我们向上师出示信心之环 那么上师的钩子 便能够把我们从生死轮回中拖出 从身为称 上至大圆满 无论是在佛法的哪一个阶段 没有一个弟子 能够在缺乏真正上师的引导下修持 仰赖一个具德的上师 是在修行道上有所进展 避开所有潜在障碍 与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 因此 前程心 是我们踏上政务旅程 必须支付的费用 为了达到目的地 这是我们必须自行提供的盘缠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 的精神 对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 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